欢迎大家来到朋友们和大家的脱口秀 我就先让忽兰之胜毛豆 屁的来跟小佳道个歉吧 来来来这 道歉 我这第一次感受到观众在现场是能笑泪的 我接过毛豆 我这毛豆有多难接 这你是不是没接过忽兰 也是没接过忽兰 那你不知道今天的k的 听说前段时间 毛豆去开放麦 讲完开放麦都要去菜市场去买菜 都没讲完 反人讲一半的也下去买菜去了 毛豆是天天在做饭 我们有时候都得劝 你那稿子你再整整 行我炒完了个豆腐 下一个环节 脱友人生拍卖会 性格是一进账就输懂 天生每句话都能押育 我出生脱口秀世家 应该是个李懿家 现在我们的竞拍开始 指定一人 小信代鼠失去右腿 九千 我只分你一半 我出一万 我出一万一 我的偶像陈冠希 我想不出云脚 但是我还想进价 谢谢你给我的爱 我出一万爱 说不出口 哈哈哈 实在是有点难以及时 不管谁派到 我就希望是给忽兰可怨 弄死我得了 我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平方球 哎对 练了七年 照着奥运 奥运选手那么去培养 然后练了七年发现不是那块料 打平方球那种经历 让忽兰哥在 看平方球跟我解说的时候 占据了优势 哎呀我天 这边就这么打 就这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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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别的话了吗 哈哈哈哈 还有一话 哎呀 不准这么打 哈哈哈哈 你跟他两句话 哈哈哈哈 我一点没动啊 我出生豪门 到家庭破产 然后我 我让毛豆挑衅了袋鼠 失去了右腿 哈哈哈哈 有人喜欢翘腿 有人喜欢翘腿 有人喜欢让人失去右腿 哈哈哈哈 然后又让毛豆 投资了热带取暖行业 哈哈哈 失去了一半资产 我怎么这么喜欢的热带带 然后我 我最后一生 又也不会生重大的疾病 那你看看这边的 哈哈哈哈 老太爷不会放过你 哈哈 他的一生除了疾病 一五岁一五岁 人计你负重前行 他的一生 就是你人生的百面 哈哈哈哈 来了 哈喽树先生 来总结一下你的一生吧 呃 我现在从哪开始呢 哈哈 一开始我由一个 持之以恒 从讲透秀到99岁的戏 后来我情绪不稳定 爱发疯 得罪了一个一名叫Kate的小伙儿 完了之后他 让我跟个带鼠打架 打断我一条腿 他让我投资外带资产 下了一份钱 没有了 我唠下来一紧张 就手抖的毛病 后来有个叫哈曹的好几人 让我爱上了一棵树 哈哈哈哈 哎呦我的妈呀 爱上一棵树之后 没想到命运还没放过我 有个叫忽兰的 他把他耳背给我了 因为我给他这六千块钱 帮助他治病 他刚刚耳背给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现在 我现在能理解 为什么叫他爱上一个树的人 是个好心人了在那 那你确实没有遇到个好人呀 这一辈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分你一半 我出一万 我出一万亿 我的偶像陈冠希 我先说个事 他刚刚压了个孕 他在那 哦 我怀疑他是两字 二 我怀疑他 霸了半辈子了 被发现了 哈哈哈 好 我们的 杠精一号 出了一万一 我想不出云角 但是我还想进价 谢谢你给我的爱 我出一万爱 哈哈哈 太热了 橙标 蛋 前段时间 就是没在上海 我前两天回来之后 我发现就是家里的那个 毛豆做的那菜 都还在桌子上 要不然这稿没干过 哈哈哈 毛豆是天天在做饭 怎么回事 不是 我们有时候都得劝 你那个稿子你再尝一尝 行 我炒了一个豆腐 你再先跟我讲 晚上再吃什么 光规划完了 我晚上开始做了 你再谢谢你们的稿吧 听说前段时间毛豆去开放麦 讲完开放麦都要去菜市场去买菜 他都没讲完 人讲一半的就下去买菜去了 毛豆还是做好了很好的后勤的工作的 来 第三个 谁最有可能说脱口秀说到六十岁 三二一 我觉得是伟大爷 是因为我靠近六十岁吗 他并快到六十岁 还是他每年他消化的草 细水长流 太坏了 为啥你觉得他哈哈草 因为我俩聊过这个事 他觉得能一直讲脱口秀 讲到六十岁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讲讲看完什么的也行 如果以后 我觉得在座的所有的应该都会有这个愿景 六十 这是念想其实 这大家都想说老了又没啥事 而且故事又多 对吧 你看山山大爷 你看黄大妈 他们就是素材库太丰富了 对啊 而且你其实讲三四十年前的事 都不用好笑 你光讲出来这个事就已经好笑了 对不对 我们那会儿啊 对啊 很难想象六十岁大家一起改靠的样子 你知道吗 还在那个群里study guru 学习小组 所有学的就有个没了 哈哈哈哈哈哈 肯定是毛豆睡着了 哈哈哈哈 小家太恨我们了 我也想说 到时候就是脱口秀和他的老朋友们 而且后面山羊的时间都改了 早上六点开始 咱们就招募一些那种跟咱们一辈的观众嘛 然后讲着看我们 然后讲完去买菜 哈哈哈哈哈哈 最幸福的是我们到时候能跟山山大爷还能一块同台 那山山大爷好幸福啊 好幸福啊 他拿来做路 有请最年长的透学员 一百二十五岁的山山大爷 哈哈 那地位应该挺高的 到时候咱还是喝从宵喝到早晨去讲开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结婚的时候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他自己在台上讲透口秀 巨凉 我都能想得到 我都能想得到 他穿着中式的那种咱的婚礼的像 像美的 哈哈哈 新郎的衣服 哈哈哈中式的那种堂装 只有我这一桌在笑 你确定是真心的在笑吗 哈哈哈 你这是笑梗吗 哈哈哈哈 笑人不笑梗 在台上讲了大概 也有也得有十分钟啊 后来回看了那个录像没有 我录下来了 到时候发给你不要 哈哈哈 能在这一播吗 我前天就剪了个头啊 不是我这个头 我这个头 结婚的时候我要用 一个我搞好看一点 哇他好惊讶 哇帅哥 你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我也很惊讶 第一我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么年轻就结婚 第二我不知道 他怎么就从我这张脸上看出来年轻 好 好 好 我们这次是 是聊的选择的那个话题嘛 我觉得先暂时的脱离比赛 然后聊聊自己 从小到大有没有自己做过特别 印象深刻的一个选择 这边哈曹 其实我 就是很随波逐流的人 没怎么选择过 然后直到我大学一开始 我找了一份实习的地方 杜文涛老师他还讲了 他说他原来做媒体什么都做过 甚至上过字幕 我当时就是在上字幕 非线性编辑那种 就是把你的敲 你现在这个工作已经被AI替代了 是 但当时那份工作非我干不可 为什么 有一个专家 他讲的是那方言 只有我听得懂 我这个就解密 他解码 这么logo的台 人家就在那听了长长话 你全给翻译成 哈哈哈哈 字幕啊 字幕啊 你得是 那汉语啊 我不是给他配音 我不是给他在医治他的长长话 字幕呀 人都说了 字幕就不能打成长长话 哈哈哈哈 你选择降嘴是吧 哈哈哈哈 小家 我应该是选留在厢门 还是不留在厢门 留在厢门 留在厢门 下门 翻译 敲字幕 下门 下门 他说的是厢门 我也听得是厢门 啊 我刚毕业那时候想说留在厢门 或者去更大的城市 但后面想留在厢门可能会更好一点 啊 因为朋友啊亲人啊都在厢门 然后我也是在厢门得到了很多的机会 嗯 毕业呢 当时选择这个专科和三本吧 其实当时选对了 因为后来如果你要是在专科的话 你来不了北京上互联网公司上班 啊 他有学地还是有那个 对对对对 当了北漂 我可能在江苏上高中的时候会选文科理科还是学艺术 就是当时记得比较深的一次选择 因为在江苏嘛 你马上要高考啊 江苏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对压力比较大 这事呢 我选择应该比较大的就是考研吧 你是什么时候就决定考研的 大二大三就开始决定考研了吗 大三下学期 大三下学期 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就很坚定的要考研 考学校也很坚定 那时候我 任同同第一次这么坚定的做一个选择 有两个选择的时候 你不能看着这个选择说 哎这个选择怎么样 你就是坚定选 坚定选 好像就这么选过来了 好 好 我挑护兰哥吧 好 举这声太扎了 我要解一下 你别在我眼后面还有更炸的呢 感觉前面经历了一场战争 然后之后重担的是我 你在上台之前 你的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接过毛豆 我知道毛豆有多难接 你让你随便解过这声 你不知道这声有多难解 你是没接过护兰 也不知道护兰有多难解 那你不知道今天的Kate 道歉 因为我前段时间 你们四个太猛了 我这第一次感受到 观众在现场是能笑泪的 皮特就是开场表现得非常好 应该是我们这一场的最高票 对 超棒的 有想象到自己能拿 我想我想不去 完全没有想象的 现在还在这么激动啊 比完了 比完了 完全没有想象的 对 而且因为大家知道嘛 这四位是斯大迪谷布成员 开场四个就一起展开了一个四杀 曾经也有你啊 别别别别 就是会给斯大迪谷布丢人 我在猜Kate会选 会选谁 我猜他应该是会选你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 就只聊过一次这种话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四个 有可能在前面演 但我也知道自己这稿子 其实一般般 感觉就开场大家的鼓励票 加了 加了很多 而你连续三期已经190票以上了 会有压力吗 接下来 你压力就是一直有压力 就能一直有血的动力吗 我印象里面好像很长时间 都没有第一个演的人 最后是全场得到对了 这是很难的 而且就是因为Kate上面的 一开始的这么好的表现 导致后面忽兰跟毛头两个人 在台上可忙了 哈哈哈哈 可能我全 最忙活的就是咋俩 三个堡我俩全做了我姐 20分钟那也全做了 哈哈哈哈 买的是个top job买的是个 哈哈哈哈 都都没做太久吗 我俩都是做了一下午 哈哈哈哈 我俩混凳子就是一鼓作气 三二十三二十 对 我 我是第一啊 我要淘汰了 哈哈哈哈 啊没淘汰没淘汰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很难想象 如果你是那个玫瑰大哥 是啥样 你不是说这是有可能是你那啥 对啊 你说你要去抢别人钱 别人就给他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 给你们扫哪啊 他只要现金 他只要现金 哈哈哈 而且我最近打破一个自胜魔咒 嗯 就是往年的节目 你只要跟自胜在一起 都是你被送走 就是自胜生活咒 没有还没到时候呢 还没到时候 哈哈哈 话说早了 你这才到哪到哪啊 我今年的战争叫幼迪深入 哈哈哈 温水竹小佳 凤中多边 哈哈哈 往年送到门口 今天送到楼下 哈哈哈 给你送远点 让我们续目以待 哈哈哈 我第一次看 就是田育老师讲透口秀 哦 田育老师 他从那个台上走 走上来的那种感觉 就真的会感觉 真的好舒服 因为我跟田育老师之前 嗯 合作过一次 那个北京春晚嘛 田育老师就是会给人一种特别 就像朋友那种 对 街坊邻居似的 过来给你唠唠嗑 就那种感觉 会不会感觉 那种交流感 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的 非常松弛 对 非常松弛 我们这 对 练了七年 照着奥运奥奥运选手那么去培养 然后练了七年 发现不是那块料 但 打平方向那张经历 让忽兰哥 在看平方向跟我们解说的时候 占据了优势 哎呀我姐 就这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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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别的话了吗 哈哈哈 还有一句话 哎呀不止这么打 哈哈哈 跟他两球 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军方球 哎对 练了七年 就照着奥运奥奥运选手那么去培养 然后练了七年发现不是那块料 但打平方向那张经历 让忽兰哥在看平方向跟我们解说的时候 占据了优势 哎呀我姐 那边就这么打 就这么打 就这么打 没有别的话了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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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句话 哎呀不止这么打 哈哈哈 你跟他两球 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可能在写稿的时候完全失联 想想三 二 一 哈哈哈 我觉得肯定应该是忽兰 因为忽兰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他是 投入进去都是非常沉浸的 我还有个锁手机的东西 对 对 对 然后就开始玩电脑 哈哈哈 我 我 我再买一个锁电脑的是吧 我 我买过 我们把它暴力拆卸了 我 我手机 我花了两个小时给拆开 我现在也知道谁最不容易撕点了 就是他 对吧 锁手机的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强行有两次机会 他有个方法能给你打开 那两次之后我后来发现他没报废 他就正常还能继续用 我说这儿 我以为是吓唬我的 结果是就是那个强制的那个方式就没了 然后就带着那么个玩意儿出门了 哈哈 溜手机每天拿着个笼子 哈哈哈 哎 我以为伟大爷说我了 哈哈哈 他在屋里写稿 我就是真的就像小时候写作业 我妈跟我说的话一样 坐不超过十分钟 一会儿出来上厕所 哈哈哈 一会儿出来从冰箱里拿水 哈哈哈 一会儿出来拉下窗帘望望窗外 哈哈哈 你看微信部数两万步一天 谁知道在屋里待着二十分都没出来 我就进入屋里看一下他 没有发现进去再看自己综艺 哈哈哈 先拍的是 一套会飞的大房子起拍价 一千 我出一千 五千 八千 九千 我只分你一万我出一万 哈哈哈 你老又重复的印象出一万 你这个 这rapper怪不得 没走起来 没走起来 房子买给我的七 我要出一万一 哎 又到一万二了 你试试我那个吧 是是是是 你给我的爱我出一万二 哈哈哈 哈哈哈 说不出口 哈哈哈 太烂了 你你那个 因为我是地包天 所以我再加一千 啊 对 他说我是地包天 所以我再加一千 哈哈哈 一万 落水了啊 一套会飞的大房子 改了 任何比赛都拿第一的超能力 谢谢你给我的爱 我出一万二 哈哈哈 一万 一万二 我扑 扑四轮了 哈哈哈 我这什么天生的幽默感 我这 没见过天生这么不幽默的人 一万三 一万五 一万六 两万 啊 不是我天 是耳朵听到一只耳朵没了 大拍 大拍 我借钱不行啊 我可以借点 我是好 我也可以借点 我是讨好性人格 我恋 我恋爱脑我恋爱脑 你恋爱脑我可不要紧的东西 我两万二 哈哈哈 两万一我落水了 还要出两万一我就 谢谢你给我的爱 我出二万二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念起来还行 ok 夏天因为长得很丑 然后呢 就 就干不了什么 工作 找不到什么对象 被爱判处终身孤寂 后来啊 我就很努力的去修拖拉机 在修拖拉机的时候呢 就遇到了一个人 我获得他的过人相助 然后他帮助我成团 我后来拥有了蓝团的颜值 这一生还是挺精彩的 他你是没听到精彩的 哈哈哈 还在这呢 哈哈哈 这个故事简单给大家预告 名字叫悲惨世界 哈哈哈 哈哈哈 从哪开始呢 哈哈哈 一开始我由一个持之以恒 讲透秀到99岁的戏 后来我情绪不稳定 爱发疯 得罪了一个一名叫k的的小伙儿 完了之后他 他让我跟个带鼠打架 打断我一条腿 他让我投资外贷资产 下了一分钱 没有了 我捞下来一金帐 就手抖的毛病 后来有个叫哈曹的好几人 让我挨上了一棵树 哈哈哈 哎呀我就把 挨上一棵树之后 没想到命运还没放过我 有个叫护兰的 但是就把他耳背给我了 因为我给他这六千块钱 帮助他治病 他跟他耳背给我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现在 我现在能理解 为什么叫他爱上一个树的人 是个好心人了在那儿呢 哈哈哈 你确实没有遇到个好人呀 才一辈子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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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 oldest是哼 祝不